来开了拜登政府要求员工 数超过100人的大企业 要祭出强制接种令 结果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至少26周提起诉讼 就在6号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 这些规定是有严重的法律问题 下令暂停 拜登强制企业员工接种 引起蛮大的反弹 向飞机制造商播音 数百名员工就在8号 政府设下的最后通牒前 上街抗议 这项规定影响全美 多达8400万名劳工 其中三分之一以上 目前还没打疫苗 以德州密西西比州等 倾向共和党的州份为首 加上一些宗教团体企业等 都以为宪为由 向法院提请诉讼 结果联邦法院也裁定 强制接种有严重的法律 和宪法问题 下令暂停以外 也要求拜登政府 8号前必须有所回应 在接种进度方面 美国目前已经施打近4亿3千万剂 同时有近2亿人打完2剂 另外美国监管当局也在10月底 授权施打莫德纳和交生 作为加强剂 美国辉瑞药厂公布了最新消息 他们研发中的新冠肺炎口服药 临床试验能够降低将近9成的住院和死亡风险 近期将向美国FDA 还有主要国家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生产mRNA疫苗的美国辉瑞大药厂 11月5号公布1,219名成年病患的临床试验结果 服用辉瑞抗新冠口服药并搭配另一种抗病毒药物的实验组 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来相比 重症住院以及死亡的风险降低89% 而且实验组只有1%必须住院 没有人病故 因此被认为药效达到预期效果 美国总统拜登立即做出财势 希望这款新口服药在美国能够供应无余 辉瑞正在补齐资料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时间点会在11月25号感恩节之前 全球第一种新冠口服药是莫沙东的莫纳皮拉维 而以实验数据来看 辉瑞似乎比莫沙东更亮眼 所以辉瑞一公布消息 美股开盘后 辉瑞股价大涨8.3% 莫沙东则下跌9.7% 击疫苗之后 各药厂或许将打起新冠口服药大战 实验证明狗狗侦测人类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真的比很多的快篩检测还要准确 像美国杜拜以及意大利等等 都已经派遣了锈探犬来协助一线人员抗疫 东南亚国家柬埔寨目前也在着手进行 将一批用来拆地雷的探雷犬训练成快篩部队 从左到右依序鉴别罐子内的味道 已嗅出可燃气味 立刻坐下示意 他们是柬埔寨最新训练的快篩部队 这12只比利时牧羊犬本来是负责帮柬埔寨 在扫除二战遗留地雷 学术单位看中他们敏锐的授觉 于是向排雷机构提供新冠患者 散发的有机化合物 经过两个半月训练 狗狗已经能辨别病毒气味 如果能在开放空间 马上揪出潜在的新冠患者 对于大型活动的防疫工作颇有帮助 柬埔寨初期防疫得当 但今年五月开始病例一路激增 到目前破十万大关 这群病毒特工队早一天上线 将能减轻一线人员负担 欢迎新闻许立山综合报道 根据世界实时统计数据 截至台湾时间7号中午 全球染疫人数已经超过 两亿五千多万人 有超过506万人 因为新冠肺炎不治 亚洲国家疫情都有趋缓的现象 越南政府宣布计划 从明年1月开始重新开放 跟15个国家的国际商业航班 并且预计在7月之前全面恢复 而欧洲方面 德国疫情大幅回升 当局正在商讨制定新的防疫政策 来遏止疫情 欢迎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首先看到国内 新增4例境外移入确诊 没有本土感染 也没有死亡个案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疫情 首先是欧洲 德国 前一天数据大幅攀升 最新通报回落到两万六千多例 当地疫情突然反弹回温 政府正在商讨 可能将重新发布防疫限制 来遏止疫情 英国通报三万多例 政府宣布从11月8号起 符合加强剂接种资格的民众 将可以在国家疫苗预约系统上 提前一个月进行预约 法国单日新增9千多例 国民议会通过表决将疫苗护照措施 延长实施到明年7月底来防控疫情蔓延 西班牙周末数据暂停更新 停留在6号的3千多例 当地已经有八成的人口完整接种疫苗 是全球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来看到美国 最新通报大幅下降至3万2千多例 不排除是周末筛减量降低所致 辉瑞执行长博尔拉表示 目前正在和90个国家洽谈新冠口服药的供货合约 并称这款口服药可将住院和死亡风险大幅降低89% 亚洲方面日本区线微幅上升 最新通报241例 由于许多国家因为突破性感染造成疫情回温 专家认为需要让高风险族群追加第三剂疫苗 南韩通报2248例 疾管厅6号宣布将向美国辉瑞药厂订购试验中的新冠口服药 共计采购7万份 印尼最新通报401例 当地2亿7千万人口截至目前已经施打了超过2亿多剂疫苗 包括第三剂加强针 新加坡区县起伏大 新增确诊上升到3000多例 卫生部长宣布 政府将针对10万名医护人员发放4000新元 总支出高达4亿新元 相当于82亿台币来慰劳这些抗疫英雄 越南新增7491例 航空当局表示计划从明年1月开始 重启与15个国家的国际商业航班 预计在7月之前全面恢复 印度新增病例来到1万多例 当地适逢排灯节假期 数百万民众聚集狂欢 卫生专家担心原本已经逐渐稳定的疫情 可能会再度爆发 中国单日新增病例上升到74例 其中境外移入有24例 本土病例有50例 截至目前中国疫苗完整接种率 已经达到79% 不过近期因为疫情多点爆发蔓延 专家认为疫苗效力约半年左右 施打第三剂确实有必要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 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 延长为一个小时 华语新闻台 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 东协商情与震惊发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